郭文贺議員 各位姓姓我們現在要開始開會 另外一面茶會黨團協商會議 會議開始 我們今天要協商的議題 最主要有兩項 第一項是延商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民意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草案 第二項是延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項開始 第一項是由國民黨黨團提案的 他們提案的時候有兩個案,我們洪一組,漏掉一個案 什麼案?哪一個案?哪一個案? 好,今天不討論沒有關係 今天不討論沒有關係,下一次再協商的時候,我建議要把它列為第一案 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28條 去年的時候,這個立法院院長辦公室所發的文裡面 就有包含原住民族基本法28條 但是當時沒有時間討論,沒有討論到 然後今年,國民黨黨團又發文,希望能夠由院長來協商 那上次有放,四月份的時候有放 但是也沒有時間討論到,所以都沒有討論到 所以我建議,從去年已經排到現在了,下一次的時候能夠放在第一個案來討論 等一下,去年並沒有這個案子啊,是今年的四月份你才排到院長這邊來協商嘛 上次有人聲聲,今年沒有到這個地方來,沒有到院長協商,只是在委員會協商 我把他話講完,你再講話好不好 好,所以上個月有證明中也來這裡嘛 後來討論那個,是要這樣條例嘛 那幾個法,以後後來沒有時間就沒有處理嘛 那今天照院院長發出來,就是第一案就是中央團體 中央團體以示範東區這個不用產這個 啊你有增加資資一 啊你排的第一案,我沒有意見,因為你比較早送案嘛 後來我們又送,又送市場條例等等 後面我們還有案啊,還有國安法、楊臣民關係條例 所以你那28條要排,你要重新,就院長這邊要排嘛 排就要排到我們後面去了嘛 沒有說你的,你的案子全部永遠第一案沒有那一回事情 我今天不是跟柯總召談 我是跟院長談 我是跟院長報告 我有意見啊 110年5月20號,因為這個開會通知不是柯總召發的 是院長辦公室發的 啊,當時第一案,研商跟蹤騷擾防治法草案 研住民族基本法28條條文修正草案 這是第一案哦,當時哦,第一案 後面還有什麼陸海空軍那個哈,那個後來都到談了哈 對 好 所以 這是110年5月20號 那學生命令結束了 那今年4月20,今年的4月22號 好,也放了,研住民族基本法28條 好,都沒有討論,因為那時候沒有時間討論到我都認了 好,我是說下一次 好,下一次的 好,好,我們下一次 好,在這裡我們要進行之前,我要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列席的部位所長 呃,首先就介紹我們內政部齁,呃,許惠蓉部長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齁,針對第一案,大家看是哪一位要先來發表高見 第一案在委員會裡面,我們議員委員也在這裡,內政委員會嘛 好,應該是都沒有意見,後來是,曾登海委員有私之一的修正案嘛 那請,曾登海委員先說明一下,私之一修正案 好啦,現在先針對第一案,今天的第一案來 來 有關這個,宗教團體以自然的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草案 這個是本席在內政委員會,呃,擔任召集委員,所安排主持審查 其中,這個,按照行政院版,行政院版的第四條 第四條的第二項,有規定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一款是,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 但,更地不在此限 好,按照行政院版的這個,第四條的 立法說明,這裡面特別提到 第二項,民定排除適用本條例之不動產如下 這裡面就列舉了,包含 第一款規定,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不動產 例如,原住民保留地,國民住宅,農舍等,不適用本條例的規定 啊,當時考量到更地,它有那個特殊性 所以在這個,淡書裡面,說更地不在此限 啊,這個部分,因為更地不能登記在宗教團體的名下 啊,但是它這邊把它列,後面就會,後面的條文 啊,更地的部分,就可以做限制登記 啊,就可以做限制登記 因此,對於 無論是原住民保留地,或者是國民住宅,或者是農舍 它一樣是法律禁止 啊,法律禁止,禁止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 但是後面的條文 明定,可以辦理限制登記 這個是保障 保障這個宗教團體 他實質,買的,由他出資,或是追受見證 啊,但是不能登記在他的名下 所以,目前都是,啊,基本上都會登記在這個代表人的名下啦 或是,或是,或是民意人 啊,到以,以,以這個條,條,條例的話 就是,目前是登記在民意人 啊,自然人,民意人 啊,所以這樣的請問,為了保障 為了保障 這些,這些土地,或者是國民住宅,或者是農舍 啊,不受,啊,不受那個,自然民意人的那個,處分 或是拿去做設定抵押 啊,或是去做點檔,什麼各種 所以,我們這個條例裡面有規定 可以辦理限制登記 所以我的主張,我的,我的建議,就是說 同樣是,啊,不能登記 的,包括原住民保護地,農舍 還有這個,國民住宅 啊,都一樣跟耕地一樣,可以做限制登記 啊,免得這個,自然民意人會把它處分 這事要保障 啊,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好 就大家意見怎麼樣,來 這個當然,等一下還是會請那個,內政部表示意見 好,那我主要是說明說,為什麼 試制一條在委員會的時候,無法形成共識 所以我們沒有讓它通過 最主要是,我們這個條例,它基本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要處理 我們要處理的,違法的這個農地 違法使用的這些農地 因為它是農地嘛 它是耕地嘛 所以它不能夠用來做 宗教寺廟,或者是宗教設施嘛 那它既然是已經是違法使用 違法使用 它當然就不可能登記在財團法人的名下 所以它一定要找一個人借名登記 那我們現在是,為了保護 就是說,這個 這個見名登記的這個部分 呃,限制它十年內不要做處分 好 當然也可以繼承啦 但是之外 包括不能強制執行等等 它的處分,我們把它限制住 也就是替宗教團體守護這個財產啦 好 守護這個,他們違法使用的財產啦 好 那因此,因此 呃,我們在法律有明文寫上說 證明,那個宗教團體 具有實質所有權啦 才適用這個 暫行條例 好,證明它有實質所有權 所以你才能夠 而且又是各方面都同意 好,沒有任何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那你才能夠去限制人家 做限制登記嘛 好,所以 這個證明 宗教團體 具有實質所有權 這件事 如果用在原住民保留地 就等於我們這部法律承認 這個 原住民保留地的實質所有權人 是宗教團體 那徹底的顛覆了原住民保留地 只有原住民自然人可以擁有 的這個立法的最基本的法義 就徹底的違背了這一點 所以這部法律 如果我們把原保地放進來 好,等於就這個變相的承認了 宗教團體可以實質擁有原住民保留地 那我們感到非常大的疑慮 因為我們國家整體 把原住民保留地還地於民 就是設定在只有原住民自然人可以擁有 所以因此呢這一條我們就很難就說有共識 所以在這裡特別報告 好 大家 大家還沒有進 如果沒有就鄭委員繼續發言 好,謝謝廣委員 上次我們討論之後 我請教了很多的法律專家 同樣的 我們現在在立法 平等原則很重要 立法 平等原則很重要 很重要 就更地而言 我們現在把它納入 一樣是法律禁止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 民文規定 禁止 宗教團體 宗教團體 或是法人 其他的 禁止 一樣 包括農社 一樣 都是法律 只有法律禁止 在整個體系 整個中華民國的法律 法律禁止 但是我們為了要保護這個宗教團體 所以我們沒有要給他所有錢 我們只是給他限制登記 免得登記民意人 把他處分 那就是害了 這麼多的教友 這麼多的信徒 所監獻所購買的 一樣是法律禁止 沒有什麼 只有一種氣氛 跟法律禁止 跟法律允許 所以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 立法的原則 也是要抓住 站在平等的原則裡面 好 請曾總章 好 謝謝 基本上 國民黨支持 鄭天長趙偉的講法 這樣處理的話 我覺得 原住民的部分也一起處理 那 何況 我們 鄭偉他學法律 而且 他有他的道理 那我覺得 等一下 請這個 部長在打呼的時候 能夠審慎 考量 鄭偉提出來的理由 因為原住民也有他老獎 他有這個需要 那假設 可行的話 能夠盡量接受 那讓這個 法律 在通過之後 沒有移住住汗 那可以完成 不管是原住民 不管是原住民 非原住民 等等 都可以處理的話 那真的才 達到 我們原來 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 在請條例 訂定的目的 好 謝謝 院長 私有地 然後去借原住民的 自然人 借名登記 兩種 好 那公有地的部分 我們現在的土開條例的草案呢 有處理 總共有大概一百四十四個宗教團體以上 他的處理 對啦 他的處理就是可以無償使用 那私有的這個原保地的佔用 那我們不在這裡處理 因為他真的是挑戰到了這個宗教團體 可以擁有原保地的這個最基本的 我們原住民土地保留地最基本的所有權規 屬於自然人的這個法則啦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在那個原開條例那裡去處理 那我跟大會報告 有跟院長報告就是說 原民會已經非常明確的在進行 好 草案的處理 我們會在原開條例處理這一塊 好 這個請大家放心 那原開條例我們也已經出委員會 進入草野協商的階段了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 我們這個佔行條例的第五條 宗教團體得救全條第一項不動產 以本條例施行之日期兩年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力歸屬審任 好 所以如果是原保地也適用的話 宗教團體可以去申請權力歸屬審任 那就是我們真的就是回到說我們承認 宗教團體可以擁有原保地了 好 剛才我們從報告來講 剛才管委員提的第五條 大家看清楚第五條 宗教團體得救全條第一項不動產 這是第一項 第一項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談的是第二項 第五條的講的是 宗教團體得救全條第一項不動產 所以那是第一項沒有問題 我們談的是第二項 第四條的第二項 前條 第五條的前條就是第四條 所以我們談的是第四條的第二項 第二項在整個條例裡面 根地的部分是不會取得 永遠不會取得所有錢的 他只會給他限制登記 所以其他的 跟根地一樣 同樣是法律禁止 根地法律禁止 給這個宗教團體 其他的農社 保留地 一樣法律禁止 同一個樣的法律禁止原則 我們在立法的時候 為了保障保護這個宗教團體 所以我們給他限制登記 我們只是要限制登記而已哦 沒有要登記所有錢哦 所以不會去顛覆所有的原住民保留地哦 這整體的政策不會 絕對不會違反 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 因為他只是讓你限制誰呢 是限制這個 登記民意人 就是私人 不要讓他隨便賣 拿去抵押 是造成了宗教團體的 非常大的損害 這個是保護保護他 但是你不會取得所有權 因為你只能 限制這個 不被處分 不被抵押 只不過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 一開始 剛才 管理委員提的 上次你也提過 我又再一次從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利用條例 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 怎麼可能會突然產生限制登記呢 不可能 因為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利用條例 你要做什麼登記 要怎麼樣登記 都是回歸到土地法 回歸到土地登記規則 所以這個部分 我真的要拜託 要跟根地一樣 同樣是法律禁止 就讓我們能夠 一樣限制登記而已 好 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不然我們就 請部長來 看部長有沒有意見 來 稍微一下 法院長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事實上這個 已經寫上好幾次 大概意見就是這樣子 那內政部的意見 其實 就是跟管理委員剛剛提的一樣 因為這個當時在行政院 討論的時候 也有提到這一部分 所以當時在行政院審查的時候 認為說 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權 就是以原住民為限 那限制更地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是限制更地 是讓他不要變成 其他私有了以後 那讓他在所有權裡面 去做相關的這些盤整 那盤整以後還是 會因為限制登記而變成 他會再登記 或者是他有一些變更 或者是他拿出了一些 相關的證明等等 所以在這一部分來講 我們是建議說 還是 不予採刑 然後這樣子 那有關 就是 原住民保留地的這一部分 然後就有 由原民會在原住民保留地的管理利用辦法 草案裡面他們現在正在你 那由原民會來做相關的 這一部分相關的處理 這樣子 好 以上 好 好 來 請 就這一條我們就保留表決好了 好不好 好 保留 好 做第一案保留 那請大家看第二案 還有第十四條 第一案還有十四條是吧 還有十四條 十四條還有一個附帶一條嗎 對 十四條 哦 還有附帶結議 不是不是 還有一個條文是十四條 這邊 十四條 好 好了 十四條 第十四條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謝謝 那個強制執行要拿掉 對啦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 我們有例外啦 就是說 說 他要限制登記 就是什麼都不能處分嘛 但是原來是說強制執行跟計程 這兩個 就變成他們可以處分 好 那強制執行的部分 跟繼承的部分本來我是認為說這兩個也都不要再讓他下去進行了 因為你就是越繼承越複雜 越繼承越複雜 既然土地不是那個登記者所有 那你又讓他去繼承就越繼承越複雜 那強制執行的話也不應該讓他去強制執行 為什麼 因為拿到的人拿到的是有爭議的土地 因為所有權人不是那個人 不是他要強制執行對象的所有權 所以是希望就是說是不是這兩個 我們還是都讓他成為限制的項目 那後來行政機關討論了以後就是說 那強制執行就拿掉 但是繼承要去限制他的話 就比較有違憲或者是那個 其他法律之間的衝擊的問題 所以就只拿掉強制執行 然後繼承還是留著 讓他繼續下去繼承這樣子 好 好那是不是我們就 這個強制執行 這四個字是拿掉嘛 那一款拿掉 所以款拿掉嗎 第三款拿掉 然後第四款繼承變第三款 好 第三款拿掉 第四款變第三款 那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好 好那是下一案 好 第二案 第二案是十一條之一 及十一條之二 那這個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附帶決議 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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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希望附帶決議能撤掉 好 好 那是一條之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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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行第二案 就是延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那我現在就來向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介紹歷史 首先介紹行政院副民署長何佩山女士 再來介紹促轉會代理主任委員葉宏林女士 再來介紹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再介紹行政院嚴市行政總處副嚴市長李秉舟先生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 最後有沒有要發表高見的 沒事 沒事 嗨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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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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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在 那 没有错 好 这样子 我们 我们先保留 我们把把 這也是我們剛剛好討論過了 好,現在就下一案 請看下一案 下一案就是討論第二條及增訂第六條之一 我們剛還沒有拿到第六條之一的資料 副總有了嗎? 謝廷法沒有,行政院提案第一 第六條之一,是行政院有提案嗎? 行政院有提案嗎? 我們是造行政院的 我們提的也是造行政院的第三案 哪一個? 他說行政院沒有案是嗎? 造行政院的版本 這個叫做促進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然後接下來六條之一是不保留 那六條之委員會沒有保留 六條之一就通到剛剛黃雲講的十一支 這要第三項嗎? 六條之一都要請保護各式房屋 然後民運黨團有憑政動議 他第二條還是一樣是造行政院的一樣 然後六之一他有修正 好,第二條的部分是不是就造行政院版通過 我們就這樣,大家沒有意見 好,那接下來就剛才有提到六條之一 那六條之一 現在執政黨團已經有提一個 等於提一個版本出來 增加一項而已,增加第三項 好,那執政黨提的六條之一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集中在這裡來看 來看 我們增加一項喔 來 第三項 第三項 沒有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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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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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修正動議啊 這是誰啊 第二項修正動議啊 第二項修正動議啊 第二項修正動議一 第二項修正動議一 有啊 前兩項部分確認不發生 就直接撤銷了 對啦 對啦 增加五分子喔 前兩項詮問 均確定 不發者以本條例修正 實施之日起 事為撤銷啊 增加這一項啊 有關於司法不發的部分啊 這樣比較完整 好 對啦 對啦 好 剛才第二條就照行政經濟版通過 然後接下來六條之一 就照民進黨 就執政黨團 他提出來修正動議這樣通過 有沒有問題 好來請 哪有什麼單位啊 主席喔 我是司法院行事聽 那有關這個修正動議的部分 因為他講到的前兩項處分 經確認不發者 那因為第二項的部分 並沒有確認不發 而是事為不發 所以我們建議在這個文字上 修正為前兩項處分 經確認或是為不發者 加三個字就是 確認後面寫的或是為 對 因為抱歉 因為都有木板 我們這邊聽不太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靠近一點 講靠近一點 拜託大家 經確認或是為不發 這樣才能 或是為 那大家有沒有意見 我們就這樣修正通過 好 六條之一就這樣 好來再來 有一個附帶決議的分析 不是 還有一個六條之三 還沒 不是 六條之二 還沒完嗎 那我們接下來看六條之二 六條之二 對 也是修正動議嗎 修正動議 好 也是修正動議 也是修正動議 好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六條之二 本來委員會審查通過是兩項而已 後來改為四項 那請 市長快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說明一下 市長會幫 還是法務部 是不是市長 在這個六條之一的部分 法務部有增加 抱歉 六條之二的部分 法務部增加了第二項 也就是剛才委員有關心的他們在審查 評估司法部法跟行政部法的事項的時候 法務部會組成一個審查會 那這個審查會的組成在第三項 包括委員的資格 零聘任期 迴避調查程序等等 保密義務 那這個執法會授權 這個法務部再來定之 讓這個審查會更加的清楚明確 那同時也在 第四項 針對加害者的處置的相關事宜 因為涉及人民權利的這個侵害或保護 會另外用法律來規定 讓整個國家不法的認定 還有加害者的這個任務 未來法務部的處理 可以比較符合剛才委員們的期待這樣 好 那大家 這樣說明大家有什麼意見來 王委員 好主要是在於 這可以跟剛剛的那個十一條之二 十一條之二是連動的嘛 就是說希望能夠在六之二的部分處理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在增加這樣的項目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但唯一有一個疑惑是在於說 中央主管機關的組成審查會 這個得是為何不能用因 因為其實理論上他就應該要用 組成審查會的部分 那我不太知道說這邊為什麼有說 其實應該就是差不多 就是要基超然的立場 來成立一個審查委員會 也希望不要我們法務部自己來做審理 在審查 所以才會法條設計成立一個審查會 當然這個得或因應該都是 得的意思是要求我們去用 那因就有點強勢命運當然也可以 那我們是希望改成因 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劉沙朗 本來要整理的嗎 其實在這個立法說明裡面其實寫的是因 但是在主文寫的是得 所以其實有點奇怪 改因沒關係 好 好 要改因 是 好改因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有關於六條之二就是 我們就依照 責政黨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那這個主管機關得組成審查會 改為因 得改為因 就這樣通過 就修正通過 好 沒有意見就通過 沒有通過 我們就回到剛才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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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的部分 現在要處理負帶決議還是 11-1還是11-1 負帶決議開始 我有事情 我有事情 好 是嗎 負帶決議都可以 你們兩位先商量好 先處理哪一條 這個 6-1的 看大家 什麼意見 負帶決議 就是 這個 金馬地區的這個 戰地政務時代所 管制實驗造成 人民的生命 自由財產這個權利的部分 那 這個條文在審查會 還有這個 後來我們也跟這個 處長會有做這個 充分的這個溝通 這個條文應該是沒有 所以希望在這裡做一個負帶決議 到時候應該 依職權 或要申請 審議是否納入這個平復 行政不法的類型 保障金馬地區人民的權益 以上 好 博弈 我們真正同意 好 那就同意 謝謝各位 這個 六條之一的負帶決議 就通過 好 這樣 王委員 是不是回到剛才 那個委員都同意了 是 十一條之一的部分 應該會有負帶決議 那剛剛有 就修正文字 好那個 負帶決議 先發下來大家看完 如果有問題就 負帶決議和十一之一就處理掉 那我們就來 七之二 好來 接下來 我看 現在 第四案 那個 主席 院長 剛剛那個六之二 喔 我有個負帶決議 但我也想希望這邊保留 就是說 那個這個條文 我覺得修正之後蠻好的 那是不是能夠確保 他這個委員會 是一個獨立運作 那能夠聘聘專業的外部 因為這個照民進黨團 這樣修正東西通過 這個會組成 那有個 附帶決議還蠻中心的 等一下給總召看一下 好 你現在在這裡 要立定什麼什麼委員 多少人 那個整個條文 未來是一個會 未來他們會去處理的 我就只有寫說 他的獨立性的原則 是 希望能夠聘聘專業外部 現在還有沒有 這辦法裡面可以 下請回憑 還有一件 就是你簽名 你簽名 你簽名 那我們要9個分內接一下 對啦 這是剛剛臨時提的吧 剛剛第1案 這不太決議院長他沒處理 現在專委在提醒院長 是 是 來 這不太決議院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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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頭 是 是 這第一次是 第四案的資料,就是第四案的資料 然後,國際方法規權的資料,就是第四案 現在是,我們排的第四案就是威權統治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全力恢復條例,對不對 好,那這個草案裡面,一共有 還有十條啦,審查會保留十條 那大家有沒有做一點 市長我們都還沒有拿到,請他們先發一下 有沒有,發起來 對,馬上發下去,因為資料太多,他們會動作 現在再... 這本是基礎資料,然後 這個是修正統治 第四案,修正統治 好 謝謝,謝謝大家 好,流石條 好,流石條 多先動一條 留間東力一條 OK 都收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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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都收到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条 是不是看一下第二条 那第二条的部分就是 第二条 林信堂有一个修正动议 直接让修正动议 增加只有一项 我讲一下 第二条我们增加只有一项 这一项很简单 也就是说将来成立这个基金会嘛 处理本条一所地的相关所需要共有财产 但这基金会所需要场所得由政府机关无常提供 就这个就增加这一项而已 这个本来就是把它明明清楚 这一点请各位能够支持好不好 那这样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意见吗 来请 来 叶委员 谢谢院长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 大家争议比较多的是希望 不要让外界认为我们是借势借端 然后再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等等的 那过去228基金会 它也有处理类似赔偿 这些的认定等等的相关事务 可不可以还是 以这个228基金会作为一个基础 然后来做 那如果因为在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不管是本党的这个陈以信委员等等 我们几个都有提出修正动议 甚至于连陈多佛跟赖品渝 他们也提了类似的修正动议 请问这个总招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要过来重置的这 至于用以前228基金会成立一个西经会 这个部分在行政院内部也讨论很多次 刚开始想说那我放在228就好了 但是两个性质不一样 228那边的优势量也竟然越少 那那边也有排斥 所有两个性质不完全一样 所以后来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 有相关等等也有来跟我们游说 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处理 还是回到新的版本 当然成立一个基金会它必须有出手 出手因为只要政府对政府不会用是可以 所以要我们增加一个就是说 这个基金会当然成立出手 有政府的不用 当然是如此 我知道这个 是要感到一个还是另外一个 没有介绍介绍的问题 那个总统你说的 其实我们都有讨论过 但是 但是这些功能其实是可以进化的 买到眼镜的 有没有必要 我们现在买到来一下 洪功龙 都是找机会就再成立一个机关出来 那增加这个 整个的 不好意思 增加这个 我们政府的其他的负担等等的 要不要思考一下 因为我看赖品宇也在 赖委员也在 其实当时是就这样的考量 你至于说 你这个228基金会 他的业务啊 什么什么逐渐 那新的业务出来之后 他们还是可以再去 看看要怎么样修改 他的章程啊 什么的 因为他们毕竟是 已经有经验的 与其另起如造 不如我们就是 就他这个来再做演化呢 好 那我 赖委 这个民进党团提出 这样的修正动意 权力回复 就这动意条文啊 权力回复基金会 处理本条例 锁定事项 首席公有财产 得由政府机关 无偿提供使用 这样的一个条文啊 真的要深思啦 一般的行政机关 他要去使用 国有财产的时候 该付费的就付费 何况还包含了 县的 市 乡证市有的 公有财产 在创造一个创设一个新的危险 危险统治的一个财产法人 这个也为你太 什么叫危险统治财产法人 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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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误之前 他没有误会 我来说一般的政府机关 他要使用 公有财产 都要按照回归到 国有财产法 还有地方的 地方的 他这还包含地方哦 包含地方的 公有财产哦 这个这个恐怕是 请再深思了 什么都提供 好了 现在代委员 谢谢院长 因为刚刚叶委员有提到 本席当时有提讯农意 那我就简短的说一下 当时其实为什么本席会提 能不能给228基金会处理 其实我觉得要回到 我对这件事情 判断跟态度是什么啦 基本上对我来讲 我是希望能够尽快开始 以争取尽快开始 回复作业为目标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当时也有讲 我的态度是 我没有觉得 非得要给228基金会 但就是主要就是要看 这个新设的基金会 跟228基金会处理 那哪一个到底 可以让这件事情 比较快开始 我就支持哪一个 当然如果你要用228基金会 你可能还要先修法 或是说取得他们的同意 修法是还要先取得同意啦 那后来在沟通之后就是说 包含就是院这里还有 反正就是跟相关的单位跟人等沟通之后 我判断是觉得说两边其实时间上面 实际上可能没有差这么多 那这样的状况 本期就不会坚持说 一定要用228基金会 重点是要赶快让我们的受害者 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权益 以上 好 谢谢院长 那个内委员刚刚的说法 我其实我也是很希望能够竞速 因为我相信很多 包括民进党的 还有我们其他党团 大概都已经 都见到许多这些政治受难者的团体 那些阿伯年纪都非常非常大 我们很希望说在他们有生之年 还能够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所以无论如何 请各位真的要尽快让他们能够上路 原来我们会提出用228基金会 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过经验 可以避免一开始在筹办的时候 你在统整的所有的人员 还有机构 可能会造成的延宕 所以出于善意 但是刚刚那个 我们郑天才委员所提的 就是说我们对于 这个基金会所需要的财产 由政府机关无偿提供的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这个把它写得更 在法律上面更严谨一点 没有问题是吧 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你要看这个条文的写法 它说 得由政府机关无偿提供使用 这个基金会本身没有主动权 不是他可以到处去跟他要说 我要你这个场地或是我要你那个场地 你就一定要给我了 而是说因为 陈如刚才郑天才委员所讲的 我们现在就算是工有财产之间 这个拨用的规定 其实也都有区分什么情况下要有偿 什么情况下要无偿 那规定这条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毕竟就是成立一个 这个权力回复基金会 不管是交给228基金会也好 或者是新成立一个权力回复基金会 他都是财团法人 他是司法人 所以当我们要使用工有的财产 让他来替政府来做这些 罪行这些公共任务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要求他还要再另外来付费的话 尤其这个是要很快 而且又要赶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才说 相关的机关为了出于这个协助的目的 得无偿提供给他去 不要再去受那一些 这个官方财产的拨用等等这些规定 因为拨用没办法拨用给司法 所以他们还要再编列 因为这个基金会的钱 想办法讲也都是从政府预算来的 那你要再多编一笔预算给他 去付这个租金 这个其实意义也不大 所以我们这一条最主要的目的 是解除那一些要提供给他行政协助的 政府机关 他们在法律上的限制而已 所以不会去造成说他可以随便去指定 哪一个地方他要 好像土匪一样 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最主要规定 用意是在这里 解释一下给大家参考 那不然就通过好不好 好 政委来 我建议还是三师了 请三师 三师 那不然就保留了 第二条保留 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下一条 审查会保留的修正动议第四条之一 第四条之一 请大家看审查会保留修正动议第四条之一 没有 执政长 没有 没有 不以真定 那就 蛤 就不以真定 不以真定 不以真定 好那就不以真定 我们就照行政 就不要真定 好那就建议不以真定 好 那没有意见就通过 再来看第五条 民进党是照行政院版 好 第五条 大家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行政院版通过 好 下一案 第六条 那第六条 那第六条集 户表一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也照行政院版通过 好 请看第十一条 那十一条 好没有意见 你照行政院版通过 有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 本党的委员 其实在 我们 委员会 在审查的时候 都有提出一点 就是 有没有可能 第六条这边 就是他们的赔偿金额 现在把它七折八扣 扣得太离谱了 因为 对我们了解 一开始的时候 行政院在 最早 这个 初转会送进去的 这个草案 最少还有30% 最后行政院版 送出来就变成5% 那其实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因为 因为初转条例 当时立法的时候 我们知道 柯总召 非常 非常用心 你在三读后 发言还讲了说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一个问题 在这里面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就是 受害者不但家破人亡 他们的财产还被没收了 那 这个 财产没收是古时候 皇帝时代才有的思维 藉由不当审判 打死人又没收财产 所以一定要回复 回复全力 我觉得 这个精神 其实到今天 我都觉得是很有意义 就好像 我昨天去宜蘭 縣议会 看到 看到我们院长 在当时 他规划的时候 告诉我们 人民是我们的头家 他们要来 成情请愿 应该要有一个地方 跟我们沟通的 不是每次 我们都把他用巨马 这个 流龙 把他隔在外面 我觉得这么进步的精神 今天 我们本来有机会 把他实现 把他落实 为什么要 做这么 那个 把他 抠得这么少 只有5% 能不能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 都有表示过 那本党是 觉得 你不能够用说 现在 可能 财政负担 不足 其实 我展现一点诚意 原来 促转 会的30% 我觉得这个 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 这个 底线了 那你现在 把它砍成 5% 太少了 好 是不是又请 报告委员 收明一下 来 刚刚这个第六条的部分 是处理生命跟人身自由 那这个部分 我们的标准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 委员关心的部分还没有到 对对对 我们到十一条而已 好那就照片板通过 我们就通过 等一下到十一条再讨论 这个 好 那现在 十一条的部分 十一条的部分 十一条 现在已经到十一条 来 我刚刚提到十一的他会 十一条 他讲第六条 现在第六条 十一刚才没意见 应该是通 十一没意见 副表在十四条 还没到 我刚刚竟然讲过 可不可以 好 我可不可以再更正一下 十一还是十四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第六条那个 他刚才是讲第六条 他第六条就没有打折的部分 第六条是基数 生命跟人身自由 那可不可以 因为本党是希望 因为你这上面 不是打折的问题 你赔偿金是一千两百万 对 我们觉得现在物价这么 好 可不可以把它调成那个 一千五百万 以弥补这个 受害人不可回复的损失 好不好 一千五万好吗 而且因为这上面 就是因为是受死刑执行 召集并 这个 弃捕致死 明虐致死 或失踪等受害者的赔偿 你们只规划一千两百万 跟现在实在 差很多 就一千五百万可以吗 好 好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已经都跟家属 有磋商过 那我们请促转会来说明好吗 好 稍微一下 报告委员就是说 这个标准是比过去 大概 过去用补偿时期的六百万是提高 那所以相关的标准 我们也到全国各地跟家属 还有受难者团体都讨论过 那加上整个横平国家财政的考量 是不是建议还是支持 总共多少人 谢谢 能够用这个的有多少人 就是适用这个可以拿到最高的赔偿金的 有多少人 你们算过没有 增加政府的财政多少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财政 我们的整个税入各方面都已经是空前的容紧 为什么对他们要这么苛扣 这我们找一下 就给我们一个精算 好不好 因为事实上 因为你说以前只有六百万 今日不同往昔 这个时空环境都已经变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上个月的CPI破3.38 这个年增率是3.38% 然后马上还会一直恶化下去 能够多给他们一点 我觉得 如果对于政府的财政 并没有太多的负担 我觉得 为什么不做呢 谢谢 好 那这样 如果是生命型的部分要提高到1500万的话 光是死亡及人身自由会增加到235.5亿 从187.9亿增加到235.5亿 增加多少亿 187到235 235 那这个光是生命跟人身自由 最高 最高可以到这边吗 最高 那你这个最 最恶劣形态的 这种 暴行 我觉得给他这样子 我觉得 值得 我们 我们现在那个 这个纾困条例 纾困 预算 动辄讲8400亿 8800亿的 我觉得这个多个几十亿 不算什么 好 来 何国副事长 是 黄委员长 当然 我想这个 幼儿园所提的 这个 我们是值得尊重 可是就是说 毕竟国家财政有它整体恒评的考虑 那 这个部分 是不是容许 我们行政部门 我们保留 我们这个 国家财政考虑这部分 保留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那就 那 所以刚才第六条级 副表那个就保留 现在保留是第六条 好 那现在进行第十一条 那十一条 没有意见 我们照片板通过 照片板通过 那我们就 再来就看十四条 十四条 就是刚才有提到 这个 主委有提到就是十四条 你刚才讲到十四条 对不对 就说叶委员讲的那个是十四条 好 来 看十四条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就因为 后来在第六条 已经谈过了 所以 十四条 我们就照行政院板通过 好 来 来 哪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好坐在死角 这个针对 针对第十四条的部分 我想 本席还是坚持 希望就是说 各位委员 或者说相关单位 可以支持本席的版本 因为这个主要 就是说 全额赔偿的部分 本席的想法是说 尽可能去给予 受害者跟家属 比较好的补偿 尤其是财产返还的部分 因为其实刚才也通过这个 院版第十一条 就是说 如果你 东西还在的话 是原物返还的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 基本上逻辑的问题 如果前面我们是可以 有原物返还的 那当然原物返还 也有它的一些依据 那总之就是说 如果前面是这个样子 那后面 金钱赔偿的部分 第一就是说 他们其实已经 东西当时这样子被 被拿走 那已经 可是可能因为很多原因 他已经没有办法 原物返还了 那变成说 我们只能用金钱补偿 那为什么会变成说 他既没有办法 原物返还 但是金钱补偿的部分 又去打折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这个逻辑上面 是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我还是 会希望就是说 大家可以 支持本席的版本 就是说 希望还是可以 全而赔偿 不然这样子 会变成说 这个两边上面 那个 一样都是受害者 可是却有 却会有落差 我觉得这个 显然就是会 跟这个 转型正义的精神上面 是 有所 抵触跟违背的 以上 艾委员 我再呼应一下 賴品瑜 賴委员的说法 因为 这个是你把人家的财产 占走 那 如果还保留的时候 你可以还给他 那现在你已经 造成了 这个 无法再 反还给 这个被害人的 当事人的 财产所有权人的 那你最后 用金钱来 来 来补偿 你原来 原来 原来的草案 至少还有30% 其实我是主张 应该要全部 那你们现在一出来 就变成5% 这是随便 打发而已 这真的是 荒谬到极点 那根据我们 国民党团向 促转会所取的资料 五法原物 返还的 土地 价值450亿 那照你们现在的 裸趴 27.3亿 这不是土匪 什么是土匪 好来 那 政宴 政宴来说明一下 是 这也是 一样的问题 因为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全部以金钱 这个全額返还的话 当然会高达15倍的差异 这个数字 对国家财政 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那 这个部分还是容许 这个 我们能够保留 好 那就 本来就保留 有关于第十四条保留 请大家看 第十五条 那第十四条 大家如果没意见 就照行政院版通过 好 没意见通过 就看 第十九条 十九条 如果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有没有 照行政院版通过 好 再来就看 请看 第十五条 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 没有意见 我们也照行政院版通过 我们也照行政院版通过 我解释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第六条 对 第六条 我这个就很简单 你要给你们总招或監察长看一下 好好好 在这边还是用党团来 用党团 好好 待会那是总装来做 不一定 刚刚有问过那个政杰 他有 市杰还有建议委修政策 他直接这样OK 其实这只是用独立性而已 我那天没到 董招这样怎么样 很简单 最后 最后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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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案了 最后再处理 他那個不在可以要討論嗎 院長等一下附帶決議要怎麼處理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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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的我們在這邊都不處理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院會前再拿出來 好 好 那 我唸一下 他就 有意見提出來 三案 三案 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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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條文草案等案 協商結論 一 增定第十一條之一 及第十一條之二 今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 區域今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來 好來 那有關於 病案協商司法及法制文會 病案審查 一 行政院行情審議 及二 委員 蘇智雲等十八人 擬據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院會進入奧毒 委員 犯人等十七人 擬據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合計 共識案 那協商的結論是 一 第二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 增訂第六條之一及六條之二 今照協商內容通過 如護件 第三 增訂第十一條之一及 第十一條之二 因令案協商不予處理 四 其餘今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這個 再來是 有關於 病案協商司法及法制文會 病案審查 一 行政院行請審議 威權統治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 全力恢復條例草案 二 委員 14分等 29元 擬據 威權統治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 全力恢復條例草案 三 委員 賴秉儀等 25元 擬據 威權統治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受害者 全力恢復條例草案 其 四 委員 林昌庫 等 19元 威權統治時期 不當沒收財產緩還條例草案 等四案 宴會自委員會抽出進入奧毒委員 周村米等17人 尼聚 威權統治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 全力恢復條例草案 以上合計 五案 協商結論 一 第二條第六條第四四條 副表一副表二 保留 送院會處理 二 第五條十一條 十五條 十九條二十條 二三條二十五條 建造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 審查會保留委員 江永昌 何助委等事員所提 修正動益增電地 四條之一 不予增電 四 其餘精造審查會 審查 結果通過 沒意見就可以簽名 議員主委 幾個發言 你選總統 發言 是不是保留部分處理前 各推派一個 這樣 好 保留部分要處理之前 各推派一個發言 這樣可以 各黨團 好不好 那就這樣 我們就照這樣 另外一個案 如果我們跟五月三十一 因為疫情疫苗嚴重 趕快離開這裡 五月三十一號以後 我們就不開民主委 所以因為 後期還有一些 官員事業預算 還有很多法案要處理 好 那我們的院會 可能只剩下四次而已 幾七八 而已 所以到月底 五月二七到五二 到三十一那兩天 是兩天 中間有個三十號 至少 五月底 五月三十號 是禮拜一 我們將他院會把它變成一次會 好 可以 五月三十號加開宴會 好 同意 五月三十 加開一天的宴會 因為沒有臨時會 因為疫情越來越緊張 這是宗教團體 我們簽那個附件 給他們簽 有簽好就OK 加開一天的一個 我們加開一天 一簽嗎 我正在簽 正在簽 好 院長先簽 那個 好 院長先簽一下 對對對對對 都可以啦 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簽啦 好 繼續簽 OKOK 好 繼續簽 來 上去 幾千 幾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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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國安網 要不要再下去 繼續 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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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央五千多 中央五千多 中央五千多 對對對 就收到 對 五千多 在床 五千多 向利 給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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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